节目现场我们就来讲年改的修法 今天登场就在外面 大家吵成了一团之外 然后包括了像是到现场的这些政治人物 很多人都被K 这部分我们等一下来谈 我们先看看里面的情况又是如何 因为今天总共有五个版本大车拼 考试院跟民进党团 还有亲民党团18%的部分 几乎都是采取年改会版本 领月退者六年归零 但改革速度最快的是段宜康提出来的 就是两年就归零 好那我要先请教一下许委员 今天里面到底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在这边真的不是说 因为孟凯刚才那样讲 我对国民党一见 今天为什么开会 是政党协商的结果 说今天来开始审年改的法案 今天19号是谁要求 是国民党要求的 因为国民党那时候说 我们法案版本还没出来 你们可不可以19号 而且当时要求是怎样 19号开 可是你们之前先让我们过号 因为我们版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 而且大家还同意说 不做复议 让他的版本能进入顺利 你知道之前转弯来转弯去 一下说有版本 一下说没有版本 后来确定没有版本 所以我今天开会的时候 我只问一个问题 说立法委员的工作 不是来开会审法案的吗 立法委员不是应该把他的版本拿出来吗 国民党没有版本 就要求开公厅会 我说公厅会也可以考量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当时我们花了一个早上 我记得我那时候FBI写了一个 浪费我一个早上在开 所以现在是确定下周三跟下周四 要开公厅会的来 所以一定是五月初才会开始逐条 公厅会结束之后才会开始 所以我这也恳请国民党 不管你们党主席最后选出来是谁 你对台湾人民币有个交代 你们对年改的看法是什么 再不记把马英九版本拿出来啊 马英九那时候有版本啊 今天我的意思是说 刚才孟凯说蔡英文那时候怎么讲 我真的请洪秀柱主席 你好好称赞李来西 你今天晚上就讲 说李来西这样做是对的 肯定李来西 我国民党支持他 我看你有多少票 我看你党主席可以选成什么样子 他党内有他的选举计算 听说还为了这样去砍什么 同向的头 这是你们党内的事 年改是全台湾人民的事情 不是今天在外面这群朋友 会受到伤害 对不对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下一代 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都会嘛 对不对 吴志祥他们都愿意提版本 你知道林维舟公开讲说 因为军工教压力太大 我们不敢提版本 撤回来了 我想请问委员 如果被打 我们都愿意去开会的时候 提一个版本出来 会死吗 你的版本也不一定会变成最终案子嘛 今天我之所以会觉得说 整个立法院变成这样 让人家没办法接受是 竟然大家认为威胁立委 可以改变年改 你真的不要去这样想 而且不要以为 你是在帮警察执法 警察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警政署署长要出来交代 2000个警力 你今天弄成这个样子 今天弄成 这个社会也不满那么多巨马 然后呢 我们也没办法进去开会 然后警察在那边也非常累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啊 今天 昨天就开始讲说 今天要赌人 要认人 你知道吗 媒体都写说 要看到王定宇啦 看到谁 然后赌人 赌人的意思是什么 黑道的术语赌人是什么意思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这些情知都非常清楚 都变成晚间新闻的时候 我们警政署作为是这样子吗 我会觉得说警察真的非常辛苦 刚才可以看到我们旁边都有警察 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旁边都有警察 他没想办法维护 我们的基层警察是那么辛苦 训练 指挥 整个调度是不是有问题 我觉得部长 内政部长说 这个要研究 我觉得这都还真的其次 真的好好检讨一下 我们这一次 如果警察这么辛苦 真的有没有达到他的成效 结果李来西还开玩笑说 我们在帮警察执法 这不是在侮辱公权力吗 我们刚刚讲到场外的部分 那场内 刚刚也讲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 因为国民党说要开公听会 那最后国民两党 他们就达成共识说 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 举行两场年金改革公听会 公听会结束之后 才会开始审查 所以这样的话 本来民进党是希望说 520的时候可以三读通过 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 又要被拖延了 我想今天要谴责 不是这个巨马 或是这个网刺 谴责是那些事情 暴力行为的人 那些反对年金改革的人 用这个暴力的行为 妨碍自由的行为 妨碍新闻自由的行为 阻挠这一个所有的 不管是立委也好 官员也好 进去立法院要开会 那其实今天这个会 刚刚徐委也讲了 其实在两个礼拜前 政党都协商好了 今天就是开会 那今天就是好好的开会 也不要去阻挡 就是审查会来审查 各个党团所提出来的版本 那国民党本来有 那后来就没有了 那也不管 至少其他的包含民进党 其他的在野党 这个时代力量 清明党都有版本出来 那不是说应该就是今天 明天好好的审查 这些版本吗 审查完之后 我们在交院会 再来做审查 其实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就是说今天因为有场外 有这些人抗议 然后国民党在里面做内应 然后最后我们跟他们达成这个妥协 跟他们达成这个妥协 听我讲完 外面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 听我讲完 这个里面 国民党 国民党这样子 这样子 杯葛 本来说今天开会 也是按照国民党的意思 今天又杯葛 就是说要开了两场公听会 我在想 从去年到现在 我们开了公听会 还不够多吗 所以国民党现在的策略 就是拖 其实民进党也没有说 一定要在520 就一定要审查完毕 一定要通过 但是我们希望 至少在这个会期 甚至说在7月份 加开临时会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年金改革的 这个法案 全部都把它通过 因为这是 超过70以上的人支持 所以有这么多的 民意的支持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在 这个会期 好好的把它审查 也好好的把它通过 所以国民党的 我觉得它现在的立场 就是拖 拖不过呢 它就是不审查 不背书 那甚至可能有可能在 我们会逐条审查 你们不可能逐条审查 你们就是在审查的时候 你们就会退出 因为你们不愿意 帮这个年改的 任何的法案背书 所以最后国民党的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所以本来有法案 那为什么没有法案 因为大家抗议了 因为军工教是你们的票 所以你们就抗议 就退出了 所以我认为说 今天这些反对年金改革人 你要看 你今天在这边闹 在去机场闹 去火车站闹 其实只是让大家觉得说 年金非改不改 你们这些人 这些作为 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同 所以我认为说 今天他们把自己的活动 搞成这样子 搞臭了 那你们的所有作为 也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会可怜你们 至少之前还会觉得说 你们有可能 你们的钱被剥夺了 会可怜你们 可是现在一点同情 怜悯都没有了 只有反感 所以我认为说 剩下的从四月份开始 我也希望说 如果加开了两场工厅会 我也希望说 国民党在下周 工厅会开完之后 就好好的进入十字审查 不管你们有没有版本 至少民进党很负责的 提出我们的版本 蔡总统也讲说 这个改革是一定要全力以赴 那现在就全续部 也算了一下说 如果采用的是 考试院的版本的话 比年改会的版本 要提早六年破产 所以这当中 还有一些现实的危机要快 对 因为它其实牵扯到 就是我们的财政的压力 所以为什么说 在年金改革这个议题上面 其实国人基本上 是有高度共识的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坦白说 你要来陈琴 你要来抗议 今天都OK 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可是今天台湾人 不能接受的底线 叫做暴力 你只要跨过了暴力那条红线 其实大家就没办法接受 而且会变得非常的反感 所以今天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说 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暴力的状况 而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件事情是 请问2000名警力 你去对上现场 那其实人数并不是很多的 这样采取激烈手段的 为什么你没办法制止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治安维护的失能 是我们觉得比较可悲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在国会的殿堂里面 然后你要来合理的陈琴 你要来合理的反应抗议 这都没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会走到 要使用暴力的部分 而倩平 我们今天觉得最伤心的是什么 现场那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现行犯 那个是强制罪 然后像这样的行为发生了 你警察怎么会不出面去制止他呢 你怎么不直接去逮捕他呢 我们会有这个疑问 然后我们再问到一件事情 今天柯文哲市长自己在现场 他也被挥拳 对不对 他也被暴力的对待 可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个现场以外 是不是你台北市警局要处理 你台北市警局要处理 那请问一下 今天现场为什么会处理成这个样子 就是很奇怪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说在警政室处理上面 我觉得警政署也好 台北市警局也好 拜托请拿出你们的态度 今天不是说民众要陈琴抗议 我们不给他来 而是反过来讲 是说我们对于失序的行为 难道不应该去制止他吗 那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然后再回过来讲 我们今天讲说年金改革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 一直谈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不管是所谓的18%也好 不管是国家的国库负担也好 其实我们的财政 基本上是越来越怎样 越来越紧缩的 那再加上说 国家现在要不要建设 要建设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前瞻基础建设 要做 是要做 那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财政空间是越来越小的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如果不赶快去做的话 你会影响到多少人 你的下一代 你的下下一代 我们现在这样讲说 台湾的年轻人 现在常来讲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人对自己未来 领不领得到出修金 他是没有想象 真的是不敢想象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还要再当年金改革 我觉得多数的国家 在这个时候 他都没有办法忍受 好 那我要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现在国民党 他们显然就使出 这个拖延战术 那你们柯建民也讲说 现在国民党 就像是李莱西化一样 好 他们不要忘记一点 有七成的民众 好我们看看 七成的民众 是支持改革的 好所以国民党 难道不甩这些民意了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国民党 会跟台湾社会 绝大多数民意 所以他们想要两面讨好 我不懂他们的部分在于 你仔细看 这一群人 洪秀柱跟郝龙斌 是有去慰问他们 加油打气 今天在济南路的 那个演讲台上 国民党的委员 有没有人上去讲话 当你看到 4月19号开会 是国民党要求的时间 大家退让好不好 就到这个时间 让你有时间提版本 就今天是 用尽所有方法 殴打 阻挠 记者 民众 公务人员 还有所有的立委的时候 不分难率的立委的时候 你还去帮他们讲话 第二个 真的对他们好 就有军公教人员的票吗 他们代表军公教人员吗 军公教人员 民国86年以后的军人 是没有18%的 民国84年以后的 公教人员是没有18%的 老师私立学校的待遇多差 这都是年改要去面对的问题